一个哈佛书生一副东方的面孔 一个个子并不突出的篮球运动员 究竟是什么魅力让林书豪突然爆红 并持续发烧抢占全世界的眼球 下面请看本台记者的报道 在NBA球员当中有很多各方面条件 比林书豪强的运动员 为什么林书豪的故事特别吸引人呢 纽约时报报道说 林书豪的故事就像一股纯净的暖流 能够跨越运动的层级打进一般文化 因为他的故事太具有启发性 已经和篮球与种族无关 加拿大篮球教练居宾认为 篮球是一项集体活动 一个彰显自己的人不能真正打好篮球 他说林书豪能够在打球时注重带动全队 赢球后把荣誉归功于他人和团队 这是他能够持续发烧的原因之一 林书豪现象实际上是非常好的现象 也许就是他借助于神 目前在整个体育界里面 给人一种够重新思维重新定位 人们对于体育或者是对于运动的一种新的认知 和重新认知一个成功的一个人 他应该具备什么样的一个优秀的品质 林书豪在记者会上说 在失败的时候他用神教他的忍耐来勉励自己 在打球过程中能想到的是为了神的荣耀而打 而不是为了自己并且感到有神在牵引着他的手 人们也看到了在他成功的时候 他首先想到的是感恩 感谢神以及他身边的人 林书豪打球他有一个信仰 他可以排除掉很多的人的这些弱点 人是非常软弱的 但是当你信了神之后 你就不是那么软弱 你有信靠 他有方向 所以他无论是在顺利的时候 或者是挫折的时候 他都会知道 这个是神的功课 我要你跟真的去面对 而且神会帮助你去划解 犹如神助 他就是这样一个道理 相对于记忆上的提高 居斌认为 记忆高只能成为一名工匠 而只有道德水准的相应提高 才能使人成为大师 居斌举中国钢琴演奏家朗朗为例 他说朗朗就是中国体制和教育机器 塑造出来的典型代表 他把记忆当作成名的工具 属于变出来的 现在我拿到的木板 要感谢他父亲当时 拿去就威胁他 太恐怖了 他不是真正领会 他不能够代表一个钢琴家 台北中央社报道 林淑豪大学室友何凯成 最近在大陆受邀上 东南卫视的一个谈话性节目 畅谈他所认识的林淑豪 以及林淑豪成功的原因 他说林淑豪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么 知道自己缺点是什么 如果他今天比赛输球是因为罚球不尽 当晚回到宿舍 就会立刻去球场练习 投到不能投为止 他虽然会沮丧 但不会沮丧很久 而是花时间去了解输球的原因 然后去改变 他就是这样非常坚持且有毅力的人 中国历史学专家李元华说 当一个人专注于做一件事情 不被附加的名利等东西所累时 内心就会达到明镜安详 超然于世俗之外 人心浮躁的什么事情都做不踏实 都是做不成功的 打完就是这样 做任何事情都是这样 就是他一天到晚的 只是想他这个要得的东西 甚至不做手段去获得的时候 他也未必真的能够达到他的目标 居宾认为 林书豪的修养和素质 决定了他的今天 他的出现给体育界带来了新的奇迪 新唐人记者刘慧李月采访报道